现在流月会之情羊 流年的陀螺会在丑的这个位置 它形同羊跟陀放在一起 那如果在这个位置上有话剂出现 那表示说 你在这个月份里面 跟人合伙 买房子 谈任何合作 跟家人的关系都需要注意 更重要的是 这些事情可能都会造成 你在这个月份呢 会有破财的机会 好,大家好 又到讲月孕的时间 犀利的5月8号会是4月初一 一整年的年孕的这个四化 像剑走甲 整个年孕的四化呢 原则上啊 我们会以太阳化季为足周 但是呢 每三个月三个月三个月呢 它会跟着陆全科技走 也就是说呢 第一季里面它主要是连生化炉 我们要进入四月的时候 它其实已经过了连生化炉 要进入了破均化群的状态 所以从四月开始 一直四五六这三个月 基本上呢 它的主轴就是连生化圈 犀利的5月8号开始 一直到6月5号 要好的一点呢 是说啊 每一个流月 它的天干 有可能是会有两个同时出现 因为我们有12个月 但天干就有10个 所以呢 在排列组合的时候 往往它就有一个月 会有两个天干出现 那但是呢 到4月的时候 因为排来排来排来排 总是会有刚刚好 整个月份 几乎就同为天干的 那4月份就是如此 4月份从4月1号到4月8号 基本上呢 都是走挤的这个天干 下天干 跟的天干呢 就要在4月29号以后了 那几乎就是进到农历5月了 但是呢 下个月份呢 会非常的精彩 我们就讲吧 它的主轴是破均化圈 那破均的对公一定是天象 今年所有人都破均化圈的时候 同时间呢 天象化剂冲过去 而且呢 每一季三个月 为一个主轴的话呢 它通常都是在中间的那个月啊 是会最明确的 所以5月份会非常非常的精彩 但是呢 5月份的精彩不表示 4月份就不精彩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有前因后果 你5月的状况 4月就开始会提前出现了 今年的年运的时候 就跟大家预测 今年啊 全市各地都会有各种各种各种的交通灾害 铁路的公路的大型运输的 都有各种交通灾害 在破均化圈的这个4、5、6月呢 会是最明显的迹象 当然前面一开始已经有出现一些了 主要干道断掉啦 或者是那个高速工厂出现东西啊 这个4、5、6月呢会更明显 4月应该是走几 几的四化呢 是无曲化路贪然化圈 天良化科无曲化剂 比较特别的是啊 几呢它也会有一个流月的秦阳 刚好在我们流年的填宅宫 那今年所有人的流年的子女宫都有个陀螺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流年填宅宫再进去是秦阳 所以等于说在这个月份里面呢 我们所有的人哦 所有的人你的子田线上面都会有秦阳陀螺 那就看你有没有化剂了 所以表示说呢 你在今年的这个流年子田线上面 现在流月会是秦阳 流年的陀螺会在丑的这个位置 它形同羊跟陀放在一起 那缺际咯 那如果在这个位置上有化剂出现 那表示说 你在这个月份里面跟人的合伙 买房子 谈任何合作 跟家人的关系都需要注意 更重要的是这些事情可能都会造成 你在这个月份呢会有破财的机会 如果是天象 那要注意你的交通世界是会有违规 巨门或者是太阳的也会违规罚单的问题 还好的是还好如果是无曲呢 因为本月无曲化入 所以你如果是无曲化剂的话呢 在这个月份呢 即使是有一些破财 也会因为你很努力 在破财的状况这样 反而有转好的迹象 但总之呢 在这个月份呢 如果你有任何的合作 建议大家都在这个月份 不要开始要慎选 那这个是 这个是很特别的事情 因为这是一个容易破财的月份 当然我向说建议大家 把钱啊 变成你喜欢的样子就好了 容易破财的月份呢 既然我都知道会破财 那就把钱花在对的地方 OK我们回来讲 这个月份呢 是无曲化入 贪囊化全 天良化科 文曲化季 基本上呢 无曲化入是财星在化入 如果无曲星在你的财宝宫 命宫 官路宫 牵宜宫 福德宫都会表示 在这个月份是 努力赚钱会得到收获的一个月 算是相当不错 那如果说呢 无曲的旁边有贪囊 无曲对面有贪囊 那通常也表示说 在这个月份呢 你通常在事业上面啊 你的努力都会得到回报 辛劳也都会得到成就 那这个月份呢 可以很认真去努力一下 那当然 如果你刚好不是在这几个工位 你是在那种 比如说兄弟公啊 夫妻公啊 这些工位的话 就表示说 你可能要在这些六金工位上 你可能要给他一点钱 花一点钱 然后带他出去玩乐 你才有办法 好好牢牢的控制 你跟他之间的关系 在贪囊化全呢 如果说你不是跟无曲放在一起 单纯的就是贪囊星 比如单两个独座的 对公是连真的 对公是紫薇的 或者是那个对公是无曲的 这个月份呢 也都是你今年呢 一个很好努力奋发 或是很好决定事业的一个月 当然这边要放的一定是你的命工 关公财部工 这些工位 签一工当然也可以 但是如果呢 是在六星工位上面的话呢 那你又不是无曲跟无形放在一起 你通常是跟紫薇啊 或者跟连针放在一起的话呢 那就要注意啊 在这个月份里面啊 是不是你在感情上面 你可能需要做点宣折 或是你在感情上面呢 有一些小小的状况 因为不管你要控制他 还是要让他控制你 那如果在扑一工呢 当然也是你跟朋友之间 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存在 那如果在福德工呢 就表示这个月份啊 你有新的赚钱的机会 如果在紫薇线上面呢 在紫薇线就跟无曲放在一起嘛 对不对 破财 然后去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好了 比较特别的其实是个天良科 天良化科呢 就表示说老天会给你什么 我们说过 天良就老天给你的东西嘛 或者你会有一个贵人来帮助你什么 化科就表示说啊 他会让你有名声 让你心情好 让你觉得还不错 可是 这就表示说 他没有实质的帮助 纯粹心灵层面的 在关路工 有人会支持你的想法 福德工 你的心情会觉得很快乐 在紫薇线上面呢 虽然本月会破财 但是呢 家中的长辈会鼓励你 加油 不用担心 我们把家中的更漂亮 这样 那如果是在夫妻工呢 那如果在夫妻工呢 会表示说啊 你在情感上 如果有一些心灵上的追求 在这个月份会有的 然后呢 或者是老天会给你一些帮忙 或者是说呢 天良化科表示说 考试会很顺利 老天会帮助 所以呢 如果你要追哪个女生 那化科也是会有用的 不可否认在长辅工 是天良化科的话 可能你就会花点钱 但是都是在追逐心灵上面的满足啦 最后的文曲画记 我们说了 所有的画记 会是一整个月的株洲 那画记呢 要用画入去 不管有文曲在什么地方 在这个月份呢 他所在的工位都会让你觉得 哎呀 心中有所空缺 心中有所不舒服 情感上觉得有些问题 哪边不知道莫名的 你就觉得不开心 各式各样 那尤其他如果在命宫 或者是夫妻宫的 那就感情上比较容易出问题 怎么办呢 无曲画路来补他 对不对 如果你的文曲画记在夫妻宫 表示你跟朋友在这个月呢 会有一些感情上的不满 不开心 不顺利 譬如说你觉得你对他很好 但你的朋友呢 要去哪边 就还没有揪你 那如果你的无曲画路在夫妻宫呢 表示说 这时候不要理你的朋友 好好花钱去对待你老婆很好 你就可以解决这个事情了 你就会觉得 我好像也不太需要那些朋友 那是不是如果文曲画记在夫妻宫 那无曲画路在夫妻宫 你就花钱在朋友身上 不要理你老婆呢 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个观念 如果说呢 你觉得那没关系 老师这样子说 入水寄走 那我好好去跟我朋友吃喝玩乐 不要管我们家那个死婆娘 她到底有什么神经病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是学理上好像是对的 因为这个月你就会忘记 跟另外一半 那种各种情绪上的争持 因为你都专注在朋友身上 但是不要忘了 所有的事情它都是有连贯性的 你本月干这个事情 那下个月你就完了 完全符合下个月牵向画记 破军画权的状态 你会得到很多的报应 你要知道女人是不理智的 她没有办法用这样的方式 躲掉就算了 朋友跑了可以再教 老婆跑了可以再娶 你如果这么勇敢 我就觉得很棒 那通常不太可能做这个事情 如果你是夫妻宫文曲画记 普遗宫文曲画路 你千万不要这样子做 但是夫妻宫文曲画记 财博宫文曲画路 那就可以这样做了 那就是赚了钱都交给老婆 这事情就会拜平了 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学命理很多人 他就是就照本宣科去处理事情 可是是这样子不对的 处理事情还是要依照 现实社会环境去处理事情 这样子才合理 这个月是一个 乌曲画路 财能画权 很好发挥奋斗的一个月份 而且天然化科 虽然它不是画路 没有办法直直的帮助 但是这种心情上还不错 唯一的问题是 那个文曲画记 很多事情你可能会专业有点想太多了 所以要砍开一点 放手一搏 这个月份比较重视个人的月份 社会国家等等这个部分 在这个月份 我们可以暂时先不用理它 好 谢谢大家